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 兩個數學上的專有名詞 一個就是mean 平均值 另外一個就是medium 中位數 mean 就是說如果有一百人裡面 將他每一個人的錢加起來除一百人 這個就是平均值 中位數就是把那一百人的數目排了 我這個有一億 這個有一千萬 這樣就排排排排隊 接著排第五十那個 那個究竟是有多少錢呢 是不同的 譬如大家的sample space 大家去取那個pool的東西是一樣 可能如果你算mean 那個數值可能會是很高的 但是一計算medium的時候 那個值就不會高 那麼問題就是代表什麼 譬如假設mean是說 收入為例 家庭收入為例 如果計算mean的時候 可能是去到五六萬一個月 但是計算medium 一個人只得兩萬元 那麼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錢的人賺很多錢 但是就側在那個頭部裡面 一個人賺很多 他將那個平均值 就拉上去拉得很緊要 就是很簡單 一班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突然加了一個一百歲的人進去的時候 那個平均年齡的值一定會拉高 但是如果你排順序 那麼只有一個一百歲的人 那麼排順序的時候 他的那個中位數呢 都是只有二十多而已 那就是說呢 一個人 拿了很大部分的人 就會影響了那個平均值 那麼 今時今日 講那麼久 就是講那個房地產 現在經常都說 要共同富裕 和共產 那兩回事 共產呢 就是希望 將那些東西 就是平均分了它 就算了 共同富裕 其實就是將那個median 就是推高它 就是說 令到受惠的人是多 那所以 兩個那個做法 有機會是不一樣的 那曾經 中國政府 就是共產黨政府 都犯過錯誤的 就是他們希望 是將所有東西的平均 收入是和全部一樣 那時候就出問題了 就是變了沒有那個積極性 但是反過來 如果是想將那個median 推上去的時候 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去做 就是 可能將前段 賺得多錢的人 抽得多些稅 退回去後面 做一個再次的分配 或者有些政策 怎樣去鼓勵 低收入的人 是轉入去 中等收入 中等收入 再推去做高等收入的時候 令到大家一起 都是可以得到那個 環境改善 就是不是一個人贏了 今天想說的 median和median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談一談 拜拜